画面上是新开幕的光阳电动机车旗舰店 配合市政府已经宣布的青年电动机车的专案车款 光阳的两款电动机车都在现场展示 业者表示将以这个新据点来提供后续的各项服务 年底前也将持续增加换电站 这个是我们Ionace在基隆成立的一个 正式的我们的一个经销通路 那也配合刚好基隆市这个年轻青年工艺专案 可以搭配着让市民年轻朋友可以来这边赏车 购车 然后到最后的交车整个程序都可以在这边完成 那也包括我们整个换电服务 整个维修系统都可以在这个地方 包括我们另外还有另外四家特约服务站 然后包括现有24个能源站 都可以提供市民一个完整的服务 原本我们在基隆就已经有24个正在运营中的换电站 那遍布大街小巷 我们叫做一个便利换电站 那针对这个基隆工艺的一个青年专案呢 我们预估这个量 车辆的成长 我们会再陆续再把换电站继续建设 那今年年底至少可以建到七八十站 目前有24站 所以一定是可以完整的服务这个年轻朋友的一个需求 而针对议会相当关心的新旧机车的衔接问题 市长谢果良也在现场跟业者进行讨论 因为他的旧车还在骑嘛 那旧车的话就是说 等我们车子的一些相关程序都办好的时候 当年轻人来这边要做交车的时候 他再把旧车骑过来 等于是旧车要先申请嘛 然后先包括那个旧车哪一台 我们要交换的时候也型号 车号也都记录好 他就骑旧车来 然后那天就可以换新车 因为他如果我们车一些相关车就好了 这也感谢议会都有给我们很好的一些过程 就是说这年间如果中间没有车总裁 这是议会公认 所以我们也谢谢 那段时间他有车可以骑 那一旦车子搞定了 我们车子让门市去处理后面的一个程序 那新车他就可以骑回家 对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模式 所以他交接中间不会有漏师 不会不会有漏师 他还是有车子可以骑 光阳电动机车业者表示 基隆市政府大力推动绿能 与企业的品牌形象相辅相成 他们会尽力协助来一起推动 这项青年电动机车专案的各项服务 记者黄润申 陈淑萍 基隆报导